今天是2024年3月23号,星期六 周五3月22号 在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 梵红花市政厅厂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 多名身穿迷彩服的枪手 用自动武器向人们开枪 造成至少100多人死亡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声称对袭击负责 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来 最严重的袭击事件之一 网上流传出相关视频 画面太可怕了,让人不忍心看 这个演唱会现场可容纳几千人 悲剧发生的时候 现场已经有不少人了 俄罗斯官方也说 整个国际社会都有义务谴责 至于滔天罪行 尽管这是发生在俄罗斯 我们可不会跟着中共的口风说 这是报应 任何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都是应该被谴责的 就好像我们要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 这个演唱会发生恐袭 让我们想起去年发生的 大家还记忆深刻的2023年 10月7号发生的 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的一个户外音乐会 进行的恐怖袭击 手段残忍 有中国人也遇害了 哈马斯还绑架了大量人质 现在全世界都在为加沙停火 进行力度很大的宣传和努力 上周五3月22号 联合管理会投票表决 美国当天提交的一项 呼吁以哈停火 并释放人质的决议草案 但是遭到了中共和俄罗斯的阻挠 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 3票反对 1票弃权 俄罗斯中共以及阿尔基利亚 都否决了该协议 要知道中俄甚至从来都没有谴责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对于俄罗斯来说 尽管我们对平民的遇害感到悲伤和难过 但是俄罗斯政府和那些热衷于战争的人 也要衡量一下本国被恐袭跟其他国家被恐袭 从感情的伤害来讲有什么不同 死的都是无辜的本国国民 而且这两次事件都是利用一个艺术盛会 在大家最放松和欢快的时候进行屠杀 其心之险恶可想而知 在独裁者或者恐怖组织领袖的个人意志下发动的商人害命的举动 必须谴责 无论是对外国发动的 还是在本国发动的 前天Netflix正式上架美版的三体联系剧 在第一集开头三分多钟的片段中 三体就呈现了极其血腥和残忍的一幕 是文革时期大学批斗死人的震撼场面 Netflix并未在中国上架 但稍早前国内网络传出 中宣部网信办已经下令全网屏蔽 即将上架的美版三体中 关于文革批斗的内容 因为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游街批斗的有关场景 就曾在日本Netflix的预告片中出现 关于文革的细节镜头 在一个面向全世界的串流平台出现 看来也是触及了习近平的敏感点 早在2013年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就曾经发表文章说 习近平提出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观点 尽管习近平正在开启文革2.0 但是中共暂时还不想以一种血淋淋的面貌出现 那样会一下子把中国人都吓醒了 得慢慢来 等中国人都意识到危险时 可就为时已晚了 这就是在中国国内有能力出国 有能力选择的人群 在过去5-10年面临的一个灵魂拷问了 对于世界认识中共的历史这一方面 其实一个电影的三分钟还远远不够 但也是比较突破了中共底线了 在好莱坞全面倒向中共的时候 至少Netflix平台这么多年来还是比较随性 无论是揭露中共对民主人士的迫害 还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包括大量中国企业如何欺骗和利用美股的内幕 终于坚守了电影人该有的底线 这点比苹果强 苹果之前被爆出不能拍摄惹恼中共的片子 自我审查 这点上现在的苹果领导层跟Steve Jobs真的差太远 其实Netflix也对原小说进行了一系列大幅度修改 将原本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转移到了伦敦 也抹去了大量人物的中国背景 但是不少小粉红翻墙看完后 仍然无法接受必出给出低分评价 更呼吁其他中国网民不要打开 这些人如果中共警察抓到翻墙 可能造出的社会铁拳也不是闹着玩的 翻墙还不敢被发现 一边骂境外势力 一边躲避境内势力 粉红们活的也是够憋屈的 有一点很明确 就是刚才说的 在独裁者或者恐怖组织领袖的个人意志下 发动的伤人害命的举动必须谴责 无论是对国外发动的 还是在本国发动的 为什么那么多民营企业家润掉 为什么家里有曾经经历过文革的老人们 很多都在鼓励自家年轻人走 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太离谱 太残忍 太让今天的人难以理解 如果没有真实的历史镜头再现 反复告诉中国人 你们从来离文革都不远 今天的一切都是为再次的疯狂岁月而准备 很多人觉得就是你在黑 中共的残忍本质从来没有变 阻挡这些信息流 就是怕中国人知道 他们其实已经再次快要做好准备 这帮人快准备好了 中国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共产主义到底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呢 这个问题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会得到答案 中国在对国内的人们发动文革2.0的同时 在国外的制造恐怖也从来没有停过 生怕世界上的人们 包括论出来的中国人 了解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和中共对这一切的摧毁 最近大纪元时报获取的资讯显示 纽约时报花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 准备一篇攻击神韵艺术团的文章 神韵艺术团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了 它是成立于2006年 总部设于美国纽约州 他们每年在全世界进行巡演 宗旨是复兴5000年神传文化 其艺术灵感取自于如世道学说发源 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髓 每年神韵在全球为100万观众演出 神韵的许多艺术家都是法轮功修炼者 因为法轮功修炼者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 神韵的一些舞蹈节目 也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这就是神韵成为中共政权的首要目标 一个文艺演出怎么就碰到中共的神经了 说出来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中国朋友们都不能相信 这十多年来 中共使用了大量手段来阻挠神韵 包括试图迫使剧院放弃演出 迫害艺术家在中国的家人等等 中共还特别流氓的把神韵演出主办方的车轮胎割破 有可能导致在高速上爆胎 之前在芝加哥 有人涉嫌对贴有神韵广告的卡车进行破坏 将腐蚀性化学物质泼洒在刹车和油门踏板上 还在神韵演员家附近的路子上撒钉子 中共干了这些事 你一听就知道背后的组织者的无能和卑鄙 还给世界各国议员写信 威逼利诱 不想让他们去看神韵 结果很多西方国家的政要把中共的信放在网上 然后说你越不让我去看 我一定要去看 就要看看中共为什么会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 去阻止人家看一场秀 中共无意间帮助把神韵的影响力还搞大了 然而这次对神韵的下一次攻击却来自美国最大的报纸 纽约时报 根据大纪元获得的记录显示 两名记者迈克尔·罗斯菲尔德和尼克洪参与了此事 洪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 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7年 主要关注联邦执法和国家法律问题 他们所在的团队因为负面报道川普 而获得了2019年普利策报道奖 红去年结束了在纽约时报 驻首尔中国团队的工作 回到纽约后不久 一些前神韵舞蹈演员就开始收到 他和罗斯菲尔德的电子邮件 一位前神韵舞蹈演员 只被问到一个具体事件 一次膝盖受伤 这好像成了报道的唯一重点 即使我们这些不是记者的人 也能从对方问问题的方式和角度 大概猜测到对方要带的风向 而且他们还专门找极少数多年前就离开神韵 并心怀不满的艺术家采访 而且有些被采访人 也被发现曾经自由的前往中国 因为任何为神韵工作 或者修炼法轮功的人 回到中国都会面临极大危险 但这些人却自由的反复的去中国 都不由得不让人怀疑 整个事件背后的动机和操作 大纪元获得一份中共指令文件写道 有计划有策略的攻击 海外法轮功总部和基地 另一份文件就规定了 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中 要拉拢的具体行业 要求动员在美国和西方国家 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 学者 记者等对华友好人士 为我们说话 争取让更多外国媒体 发表更多对我们有利的报道 因为神韵已经是名阳世界了 可能我不需要做大篇幅的介绍 神韵长期以来 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钉 神韵艺术团在2024年 演技演出信息介绍传单中 直接表示 神韵通过音乐和舞蹈 复兴了在共产党统治下 几乎失传的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 传单上写道 来看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政权 害怕文化复兴 是时候看看北京 不想让您看到的东西了 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呢 没有中共的中国 曾经多么的美好 小木我已经看过几次神韵了 每次都会觉得非常震撼 说这是一场对心灵的洗涤 灵魂的升华真的不为过 演出的色彩 天幕 舞蹈和音乐 是在其他演出中看不到的 看过后作为华人 更加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内涵 无比的骄傲 下个星期 我会再次到台湾去观看神韵 我现在真的非常期待 我相信中共禁止 Netflix的三体片段 会引起无数人的好奇心去观看 被中共骚扰了多年的神韵 不仅没有没落 还发展成了世界第一秀 好吧 我就再次去看看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政权 害怕文化复兴 是时候看看 北京不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了 还没看过的朋友们 抓紧时间去查询买票吧 未来一个星期 我都会在台湾 就没有视频了 等我回来 再给大家分享 我看到的台湾好山 好水 好料理吧 哎呀 现在已经有点想再吃一个 台湾爆江大公园了 开始饿了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各位订阅 打开小铃铛 继续帮助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通过超级感谢 打赏赞助 也可以去描述栏的赞助链接 定期支持小木 帮助我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 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